監視器拍到 證明戴著安全帽的男子 就是偷走運動用品店 放在保險箱內 170多萬現金的歹徒 看看他犯案後 為了不讓監視器拍到 還刻意偷了顆籃球來擋臉 整個公司的監視器 他有接觸到 所以他了解哪裡是一個漏洞 等於說照不到 時間拉回到上個月20號 趙希男子是在晚間 11點半左右得手 但他直到12點50分才回到家 原來這之中 他是戴著170多萬元的現金 騎腳踏車 怕怕走 發生在上個月20號 高雄鳳山迪卡農運動用品店的 重大竊案 警方花了17天 終於逮到監守自盜 30歲的趙姓經理 警方抽絲剝繭 從300多支監視器中發現 趙希男子得手後 先是在店裡換裝 還不忘拿籃球來擋臉 接著還騎著腳踏車 先來到公園廁所 換上長裙 戴上假髮 男扮女裝來到另一個公園 再度換回男裝 一個小時內三度變裝 躲避警方傻氣 我們所瞭解他有在玩運動財 可是現金 所查過的170萬還在 原來這名趙希男子 因為積欠百萬賭債 才會停而走險 堅守自盜 但因為太害怕被警方發現 還想說要等風頭過了 才敢拿錢去還債 沒想到一毛錢都還沒花 就被警方逮捕 記者陳生一張醒 高雄報導